我們現在重新回到簡報第19頁 您把體驗版打開 那一進來的時候呢 他在這邊會有一個介紹 你就先關閉一下就好了 關閉一下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體驗版跟我們這個有哪裡不一樣 那我先把這個畫面抓起來 來,您看一下 這是體驗版的上面 好,那我們來回過到這邊 我們來看這裡 來,請問哪裡不一樣 下面是體驗版,上面是模擬器 哪裡不一樣 一定有放大一點嗎 好,第一個 沒有房子了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講,各位長大了 不用模擬了 第二個,還有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多一個這個 對,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 叫做什麼 載入範例題目 對,等一下呢 如果你寫程式 你懶得寫有沒有 有沒有,很多範例已經做好了 嘿,記得吃飯要配湯嘛 對不對 範例已經準備好了 哈哈 這樣你就可以載進來 等一下我們會使用 好,再來 這邊解決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 你看,一樣有燒杯 對不對 好,那我把這邊的積木 我把他一樣,這裡打開 來 這樣上課比較可以嗎 我用這種方法比較可以接受嗎 這樣 來 左邊這邊是體驗版 右邊是模擬器 請問哪裡不一樣 好,首先第一個 這邊都一樣對不對 好,你往下看 因為呢 我們的模擬器 畢竟 它的原件還是比較少 所以說它的原件有沒有 全部都列在這裡 可是我們的 正式版 你看發光 是不是有好幾個 速度速度 是不是有好幾個 它就幫你再做更多的分類 好,更多的分類 再來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網頁互動這一塊 你看網頁互動 我們在模擬器 是全部都打開 可是呢 我們在體驗版 或正式的雲端版本 你用哪一個功能 有沒有這邊才顯示 有沒有發現 你燒杯不開 它連顯示都不顯示 這樣我們發現不一樣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你有顯示出來的 那個積木表示 這樣才可以用 好 最後一個 還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在哪裡 給你 比較一下 這一個 提示一下在中間 這個區域的 這裡 哪裡不一樣 好聰明喔 終於老師有看到垃圾桶不一樣 因為體諒各位呢 很辛勞 所以垃圾桶放近一點 哈哈哈哈 因為模擬器的 是在右下角 對不對 好好好 這樣大家就了解了嘛 好 那現在呢 你要 剛剛你有寫的這個程式 如果你要取得這個程式 你可以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儲存進產生連結 這個你不用 直接複製 怎麼定存網頁沒有用 因為它需要SERV環境嘛 所以你就按一下這裡 有沒有 就可以取得它的連結 上面這一段 就等於上面這一段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儲存起來 存在文字檔裡面 然後下次再貼進去 你的程式碼就會跑出來了 那 我們現在呢 要回到這邊來對不對 回到這邊來 那我們現在寫的還不複雜 其實你可以直接用這個載入翻譯機目 你看點開 有沒有很多現成的 都已經有了 但是要留意一下喔 你點這邊 跟點這裡 不一樣的結果 點在這個地方 會把你現有的覆蓋掉 點在這裡 加號這裡 會把它的放在你現有的後面 這樣了解了齁 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 點點到它 我們就載入圍雷燈 按一下 有沒有它會提示你 說我要把你覆蓋掉囉 好 確定 知道是不是就進來了 所以不用自己寫嘛 好 然後呢 你只要負責把它改好 然後呢 一樣的 這個號碼 是不是可以再扣過來 點開 點兩下把它複製 拿過來就好了 點到這裡 當然還是建議大家 就是閃電還是要確認一下 這樣可以減少 你檢查錯誤的機會 因為我這樣至少知道我的裝置在線上的啊 所以會錯 可能就是你城市積木有錯嘛 那如果你連裝置 狗 寵物有沒有在那裡都不知道 就叫它來來來來來 這樣哪有好 對吧齁 然後這裡 smart對不對 腳位是不是要設對 對 這個一定要設對 所以你可以先這樣子 用載入翻譯節目 先再測試一下 點擊燈泡 看看你們家的 會不會亮 嗯 好不好 這樣就可以順利轉換到我們的 Blackly 這樣你就當大人了齁 來 還算不刷 謝謝